现在内湖的交通问题引发民怨 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又有新招 他研议要在上下班的尖峰时段 试办那颗高承载来降低车流量 预攻每天只有两万八千人受到影响 柯文哲认为国道实施高承载管制多年 民众接受度比较高 加上内湖道路面积有限 因此有意透过高承载降低车辆数量 交通局表示高承载方案还在研议 如果要试办会挑连外桥梁道路试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